稅務,稅有關和錢、銀直接有關的財政預算案 先講一些好東西 一個就是寬減75%的新統稅和個人入息稅 上限兩萬元 這個對於一些中產和甲薪階層都幫助不少 另外一個就是寬減四季的猜響 每季就最多一千,加上最多可以省四千元 增加兄弟姊妹的免稅額去到三萬七千百元 增加個人進收開支和最高的扣稅額去到十萬元 增加商殘受養人的免稅額至七萬五千元 這些就是一些減稅的地方 和將新封稅階擴闊到四萬五千元 原本是四萬元的 即是說以前四萬元多四萬元就會跌入下一個貴一點的稅街 現在就拉闊了一點 四萬五千元才要加貴一點的稅 和貸款利息的扣除年期就可以去到二十年了 其實二十年真的很實際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供樓都是供足二十年 以前是只有幾年幾年 以前只有幾年的時候 有些人會省著這個免稅價去用 我當年都是 咦,金面利息不太多了 不要扣稅才會留回庫達 最初只有七年 現在搞一搞二十年都好 不過很多居民都有跟我們說 都有些失望的環節 就是什麼呢 我們工聯會和很多基層團體都提一個電費津貼 兩年前都挺叫好的 一電呢 人人都要用的嘛 你說交稅一些很基層的 稅錢比較低 不需要交稅 但是電費人人都要付的 如果有一個電費津貼就好 但是它這次沒有的 那我們就失望 第二個呢 都相當失望的呢 就是那個 沒有一個公屋的免租 公屋的免租 那邊都有碼頭圍村 公屋免租呢 過去幾年都有一些年份有的 今年又沒有 還有呢 我們對於一些劏房戶呢 其實我們多年來呢 或者住在私樓 而輪候著公屋那些 我們多年來的窗 而輪候超過三年呢 就應該有個租金津貼 那這幾方面呢 政府呢 都沒有回應我們的訴求的 那我們呢 都是覺得有點失望的 那對於商界方面 那都簡單講講啦 雖然我們是工齡會 那有一個呢 寬簡75%的利得稅 那最多兩萬元 那幫些中小企的 那繼續推行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 和科技券計劃 那方便那些中小企呢 去融資啊 借貸這樣 那這些叫派堂措施 其實有些措施呢 其實有些措施呢 其實財政預算案呢 和施政報告呢 是相關的 因為政府的施政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靠那個 財政預算去實踐的嘛 沒有錢啊 什麼都做不到的 這個世界上 老實講 施政報告呢 通過致謝動議呢 政府是最多沒有面子的 過癮而已 梁振英 但是如果通過不了財政預算案呢 政府都相當大鑊的 那所以今晚下來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要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財政預算案呢 被投票的 被投票的 那也都有修訂的空間的 那過去呢 也都有修訂的紀錄的 譬如舉例子有一年呢 大概都五六年前了 現在講起都 有一次政府派六千元 初初不是說注資入 這個強積金戶口的 那後來人人都哭打了 說強積金戶口 一來又 收費貴 就回報低 又即使在基金佬 那你注資六千元 我六十五歲 或六十歲才拿得 唉 真的有得看又沒得用 那都罵鬼啊 各位都 就算建制派都罵得爆 那政府壓力之下呢 他自己做了修訂的 那今天呢 所以我們都到社區 聽回大家對財政預算案 整體的意見 有沒有一些重點的問題 我們需要和政府 提出一些修訂呢 那講了這麼久了 還有一樣呢 很多街坊都一定會問的 特別這一區呢 都是不少老朋友記住的 那一個長者生活津貼 那長者生活津貼呢 就是這一屆呢 政府呢 梁振英其中一個 我覺得都是得正名的 事實上都是 雖然呢 他沒有正式回應到 我們工聯會 那個綜合退休保障 一個免審查的 退休保障制度 但是呢 他都做了兩件好事的 一就是訂立貧銅線 第二呢 就是這個 訂立貧銅線之後呢 就訂立了一個 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 還有呢 一個叫長者生活津貼 那他現在呢 就最後一年了 現在政府都 將這個長者生活津貼呢 就再優化的 那怎樣優化呢 大家落足以力聽喔 因為呢 大家打打算盧 大家符不符合資格 或者覺得這個方案 好不好 那我交個波呢 給鄧巧彤 吃了幹事 那你講講呢 接下來的新的長者生活津貼 是怎樣優化一下呢 謝謝